独家报道 带你来看到是网络上最近热卖的这款工作裤 一条呢只卖三九九 销路超好的 一年卖出了一千条 不过带你来看哦 这款工作裤呢却被民众投诉 像是纸糊的耶 怎么说呢 因为轻轻一丝就破了 更不要说穿出去可能会有曝光的危机 我们中间记者呢就实地走访店家了 老板看到裤子一丝就破 也惊呼不可思议 就是这款很潮的水洗鞋口袋工作裤 样式很流行 网派卖家还标榜是新光邦最爱 而且超耐穿定价只要三九九 不要怀疑不少人看到这广告 真的超想马上把它带回家 试穿之后不得了 这件裤子竟然一丝就破 仔细听听这个声音 别以为我是大力士 真的优够夸张 吕先生买了这条裤子后 发现他最大的卖点 竟然就是可以尽情享受 撕裤子的快感 有很小的力气 就可以把裤子撕得稀巴烂 是很有成就感 没有错啦 只是如果不知情 把它穿上身 小心屁股一蹲 就卸了底 穿了棒 况且这款裤子因为定价不高 一年就可卖一千件 光靠这一条裤子 一年就可卖四十万 只是要把它买回家 难道是要做情趣用品吗 是原本就不小心勾当 然后就这样子 不是 怎么会这样 不是哪一国做的 大陆 可能是那个啦 就是他们那边来货 有时候他们就是会 混水摸鱼 可能就几件是别种材质 是这样子 这家的裤子像纸张扬脆弱 连店家都惊呼 Oh my God 业者强调消费者 如果买到这条裤子 没有穿过 都可退货 释出善意 希望已经累积不错的网络风评 可别因为这条瑕疵品 破坏上誉 专选华明星离家园台北 采访报道